但是取1之外還有一個外卡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你的積分 最最最重要 對 當你取不到第1的時候 你的積分就非常重要了 因為你根本不需要第1 你根本不需要8萬分的手氣 你只要5萬3就OK了 5萬3 5萬4就可以比較穩穩的進去 一樣是一起進32強 進32強後就重新5萬分打起 就變真正的4取2了 對 所以在這裡不需要追求最高分 只要把分數打高 只要可以爬進去都沒關係了 是 用爬的 北 我其實今天的四位玩家 跟蛋糕哥都有淵源 怎麼可能 我們的慶忠哥 東風會慶忠哥 這個鬼切的方式 跟蛋糕哥真的太像了 我的前輩慶忠哥 鬼切大神 鬼切之刃 然後我們的笑語 在第2張票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蛋糕哥轉播 solo 主播蛋糕哥 賽平蛋糕哥 蛤 我們的貴方兄 更有趣了 在1月3號晉級 他是我們這一邊新場地的第一場直播資格賽的得主 第一場直播資格賽的得主 當天是我們蛋糕哥的生日 對的大家那個 我們姜哥還買蛋糕 然後大家屠樓滿頭蛋糕 是 奶油 就是在那一天 那一天是 不是奶油 刨湖泡泡泡 那一天就是貴方兄的晉級之日 再來是我們的紫棋 紫棋在2月5號資格賽 再見自摸的單調9條 就是有蛋糕哥轉播的 恭喜紫棋 所以你看這四位選手 跟著淵源有多深 如果照你這麼說的話 我跟所有的人都有淵源 而且在你生日那天晉級不太容易 對 生日那天是蠻特別的 一年就只有一次機會 對 就只有一位選手 就在這裡了 你是說貴方兄 是 但是我們這個淵源說完之後 清中哥聽牌 36萬 清中哥44400分 暫居第三 他也需要這個字摸 三拉斑 拔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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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牌 笑語也來 聽牌考慮一下 好 沒有碰拔條 聽對對 選擇用聽對對的 是我可能聽58用碰的 這就是選擇 這個就他 我覺得他應該比我厲害 好 紫綺這邊撞到眼睛的話 變三案客 但是會變單調 還是要打 白皮 怎麼選 白皮 是哪一套就打白皮 選擇三案客 是因為二五比我看一下 在排局的中段選擇了 相當冒險精神的三案客 但是這個四餅在清中哥手上現摸 現老仔 現老仔真的出來了 三案客單調 當然這二五餅沒有比較香嗎 二五餅好像還有四到五張耶 雖然三案客狐牌了 但是三案客狐牌 兩台 然後莊家三台 當然也不錯啦 因為阻斷了別人聽牌的公式 是不是笑語也聽了 是 是清中哥也 三家都聽牌 三家 就是我們的慶中哥 紫綺跟笑語 我每次聽到三家 都想到三發裝子彈 想到我們在訓練中心的回憶 我以為是想到三家火車站 蛤